欢迎您 魏老师 要见面了 这回我觉得您出场气势特别大 带着千军万马来的 但是怎么就您一个人呢 我带的是千军万马的声音来的 您怎么弄出来的 这是 办法怎么多 怎么能随便交给你呢 不是 交不交的问题 我还是有点匪夷所思 人怎么可能呢 你说千军万马 魏老师会告诉你 什么是不可能变为可能 对不对 您还能弄出什么声来 我可以做生活当中 包罗万象的声音 包罗万象的声 对 我们饿了 好 我来给您做条鱼 做条鱼是吗 对 我心鱼 真的一般 就把您给煎了 我们给您做鱼 做鱼之前先给刮林 大家注意啊 哎呀 这个油热了 好吃 我都闻的味儿了 味道好极了 比方说导演要拍一场雄伟的大阅兵 现在我给大家做一个起步走 正不走 神秘吗 怎么样是不是很神奇 其实这拟音师说白了呀 就是用咱们生活当中那些 八杆子打不着的小物件啊 模拟出这影视作品当中的 各种各样的声音 如今我们的国家 一共有拟音师不到三十位 国家系统在编的仅仅有五位 而我们今天的第一位主角 就是这五位之一 他 魏俊华 中国拟音界的北派泰斗 像张艺谋 陈凯歌等等这些 国内的大牌导演的御用理音师 还有我们特别熟悉的一些影视作品啊 都和他有关系 比如说《十面埋伏》 《天下无贼》 还有《唐山大地震》 电视剧像《狼牙榜伪装者》等等 这些作品里的声音特效 都是出自他手 这魏俊华当年是怎么入行的呢 其实还真是个美丽的误会 当年这小魏啊 在北京电影学院学的是录音专业 这在实习的一天呢 他本来想走进的是录音棚 结果误打误撞 进了这你音棚 一看那小黑屋 这哪是录音尖啊 这里边啊 有个小铁片 纸箱子 布 还有缺了腿的小洞子 这哪是录音尖 这不就一杂话铺嘛 还不止呢 还有个小电视啊 这电视里倒是放着电影 哎 有影 没事 里边还有俩人 挺忙活 这一边 拍大腿 而且还有摇椅子的 这电影里的人走 哎 他们就走 电影里的人停 他们也不动了 嘿 这是干嘛呢 挺有意思啊 啄不来 啄不去 明白了 这是模拟的电影里的声了吧 黑屋 啊 大队